怎么回事 葳葳师妹 叫你买盒药怎么买成这样 不关于公司序的事 好吧好吧 那阿爽不是感冒了吗 本来是我去给阿爽买药的 完了我突然接了一个客户电话 让我发一个紧急文件 就让葳葳师妹帮我去买了 衣服 你们去哪儿啊 不加班了 回去啊 我衣服都湿了 把你车弄脏了怎么办 这不是去晓菱家的路啊 去我家 你家 近一点 还有 不用担心会把我家弄脏 你家弄脏了 走 林老公 那你怎么办啊 在客厅等我 拖鞋只有一双 看来我是第一个来这儿的 下雨天怎么不带伞业跑出去 冤枉 我出去的时候雨都停了 谁知道回来的路上 又下起来了 阿水难为你 你怎么告诉我 那你多没面子啊 委屈吗 才不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 而且阿爽师兄 应该对我也改官了 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 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 我在 不用把别人寻找 因为我已经找到 我们的缘分看好不许别人打扰 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 你对我多么重要 你对我多么重要 好 我 葳葳 把诗衣服换下来 没穿过的 大神的衬衫和裤子 不要 难道你要我穿过的 这衬衫没见你穿过呀 很小信心嘛 随便拿的 赛嫂呢 你们两个不应该一起上班吗 今天周六 而且他感冒了 巧了 阿爽也感冒了 这下雨天回去吃了空调 肯定会感冒呀 老三 你也注意点啊 嗯 老大 老大 你家属她生病了 对 有点感冒 于公和罗说了 说是为了帮我买药 还领了大爷 差不多 其实我不是故意为难他 我只是觉得有的时候你的时候 这件事你不用解释什么 我把它交给于公 于公交给你 工作饭桌内的事情 当然由你的决定 不过 最早我以为你是因为生理上的问题 所以排斥女性 后来发现 你或许只是对女性技术工作者有看法 在这点上 我希望薇薇能够改变你的看法 我吃过亏 人和人总是不同的 别一告而论 不过不着急 慢慢来 王大 你家属她 我是说 贝薇薇她真的不一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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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